日本魁魂14年 贏美國了 哈嘍大家好 我是Satia 最近WBC棒球經典賽 日本向電影般精彩的比賽有多勝敗 當中不得不提到的靈魂人物就是 大谷祥平 日本的電視台訪問大谷祥平 他回應說不只是日本 還有韓國、台灣和中國等其他國家 希望這一罐能作為讓他們更愛上棒球的第一步 那感覺他希望亞洲一起加油 他的影響力真的是非常的大 那其實他上次得到MVP就非常非常厲害了 很多不看棒球的人 也不知道他到底厲害在哪裡 但是今天我要介紹的事情 就算是不看棒球的你 也一定會很感興趣 那你了解了大谷祥平後 你就會想去看棒球喔 像他這樣子成功人士的背後 究竟做了哪一些事情 才能夠有現在的成就呢 那今天就帶大家來大解析 大谷祥平這個人 他到底在喉什麼 又有什麼跟其他人不同之處呢 那一定有你還不認識的大谷祥平喔 那在那之前先來 再跟大谷祥平快玩快打 第一題他是隸屬於哪裡的職業棒球選手呢 對答案是 他是美國職棒洛杉磯天使隊的球員 第二題他擁有日本職業棒球選手 日本人史上最快的紀錄是什麼 那這個就開始很多人不知道囉 答案是職業棒球日本人選手最快紀錄 頭球速度165公里 那這邊也說一下 最近有快一點的職業棒球選手 大概是150公里 不過一般的職業棒球選手 大概平均速度是140公里 可見他有多厲害了對吧 第三題 大谷祥平的身高是 答案是193公分 也太高了吧 好了我們暖身完了 接下來就以三個大眾天 帶你認識你不知道的大谷祥平 真正狂的地方 好第一個 其實他是三刀流 投球打球都很強 但是最狂的是 明明身為投手卻XXX 那之前他在比賽中身為投手 9勝打了46隻拳雷打 可以說是超完美的二刀流 那剛剛這個XX就是 他不僅這樣還狂到雷 為什麼狂 因為基本上投手是不到雷的 等等會解釋什麼是到雷 而且他拳雷打跟投球 都平均是世界頂尖等級的了 棒球迷最不可置信 封他為神的 就是他不僅這樣 竟然還會到雷 你會看到大谷祥平在球場上 是會狂奔的 這個 這邊再解釋一下 通常職棒選手 其實他要在這麼多不同的技能中 只要有一個突出 就已經是非常厲害的了 而且他必須要全心全力的 投入他自己的領域 自己的職責 所以投手呢 就是專心投球 就是一直練投球啊 那打擊手就是一直練打擊 然後每一個人就是有自己的功能角色 守住自己的崗位的 因為職棒選手世界是非常殘酷的 你如果不做到專一專精 你根本是無法留下成績存活在這個世界的 所以你選擇你要往投球走 你就是投球手 那別再想做什麼打擊手啊等其他的位置了 等於你根本沒有辦法跨領域就對了 那你想想看 那如果別人從小時候專精在那個領域變成的精英 他用他的一輩子練就了他的技術 而你也是這樣子過來的 可能十幾年的時間都奉獻在自己的領域上面 那當你面對不是你的領域的時候 這個東西你根本不可能能夠超越那些 在那個領域已經花十幾年培育專精的那個精英嘛 因為每一個人一天也就只有24個小時 所以說在職棒的世界裡面是在分工合作 那做好自己崗位的工作呢 是一個基本常識喔 那你這輩子只要有一個技能突出 你能夠留在職棒界就已經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了 所以你想想看二刀流就已經不得了了 那大谷翔平他是三刀流的 根本是怪物的 那如果就以其他的運動項目來比喻的話呢 大谷翔平就像是足球中的守門員 可是他同時又是踢球得分王 就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就這麼厲害 那大谷翔平是一個 不管是防守還是攻擊都超強 他可以單單一個人就左右了這場比賽的勝負喔 那又好比說像是奧運選手 他在100米跑步得了金牌 但同時在牽球比賽又得了金牌一樣 這就是這麼厲害 知道嗎 就是完全不同領域的專業 在跳脫運動來比喻的話 好像你是演員得了奧斯卡獎 又同時得了文學界的借穿賞一樣 就是這麼的不可思議的厲害 那這樣子一直被說二刀流的大谷翔平 厲害的是在職棒業界中 像他這樣子 是史無前例的例子 從來沒有人是像他這樣子二刀流的 那唯一過去曾經有被譽為二刀流的人 也已經是過去的人了 那就是被譽為棒球之神的貝比魯斯 貝魯斯 那這個人應該很多人不知道他的事蹟 可是也聽過他的名字 他是二刀流的原主 他活躍在1914年到1935年間 被稱為史上最偉大的棒球選手 他的成績是作為投手13勝 全雷打11隻 那拿他的跟大谷翔平去比較的話呢 大谷翔平的勝利數是9 全雷打居然有46隻 你就可以想像他到底有多厲害了 根本已經超越他了吧 那我們見證到這個新時代的棒球之神誕生 那大谷翔平這樣子二刀流就已經夠厲害的人 作為投手他還能夠倒雷 這真的可以說是億次元的了 那說明一下什麼是倒雷 投手在投球之間跑著跑到下一雷 這個就叫做倒雷 曾經有一季賽大谷翔平打了45隻全雷打 還倒雷了25次以上喔 那這樣子的成績是職棒100年歷史以來 僅僅只有6位 那為什麼投手倒雷就會被認為很厲害呢? 因為跑步跑累了 對於他往後的投球也會有影響 像日本是一個熱愛棒球的國家 所以從小學開始就有機會打棒球 那在小學還有中學的時候打棒球呢 當投手的人他有可能會去做這個跑步倒雷的動作 但是到了高中大學的棒球呢 幾乎可以說是沒有人會去倒雷了 因為知道會影響之後自己的表現 因為投手他們身體的負擔是很大的 只是投一個球他很有可能隔天身體就全身的痠痛 痛到不能動都有可能 但是大骨翔平他卻不但投球 還打球 還倒雷跑步 這真的是太神了吧 而且呢 倒雷會常常撲在地板上滑 這個也是很容易受傷 是很危險的 而且尤其對投手而言呢 手指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是他會用他那麼寶貴的手指頭去做倒雷的動作 真的對一般投手而言 像他這樣子從頭摘進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且就以日本人的棒球文化來說呢 我不知道台灣怎麼看 但是在日本你身為投手還做這樣子的動作 其實是會被罵的 日本的棒球文化是不鼓勵選手這麼做的 所以大骨翔平他在日本火腿鬥士隊的時候 就有因此被栗三總教練罵過 可以看大骨翔平傳說中的比賽就知道他跑雷有多狂 而且倒雷這件事情本身就超困難 就算你常常打好球 現在這個時代的棒球 能夠倒雷的幾乎是越來越少的 根據資料 職棒的一個比賽 平均倒雷次數 2020年是0.98次 2021年是0.91次喔 是連一次都不到欸 而且我覺得大骨他非常有那種棒球少年 還保留著打棒球是好玩的享受的 帶著那種同心進入職棒 也非常認真的在打棒球 他真的是沒有在擔心什麼受傷啊 他把勝利放在第一順位 也把球隊放在第一順位 那這邊插播一下他的小八卦 大骨翔平呢 是全日本男人都想要成為的男人 那想必他受歡迎到爆炸 大家都很好奇他的交往狀況吧 那大骨翔平真的是非常的自自 然後自律程度有多厲害呢 他私下是完全拒絕跟美女啊 就是一些異性見面的 那些所有藝人 電視台主播採訪還是綜藝節目 都一律全部拒絕 他表示他不想跟那些人接觸 他只想要專心在他的棒球上 天啊他也太鬼太厲害了 然後由於呢他這樣子 實在是站得太高尚了 所以又更讓日本女生們 更喜歡他了 更被迷倒了 所以呢追求大骨翔平的人 真的是超級多了 很多人想要跟他鬧新聞 他連給別人鬧新聞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就常造成他只是跟女生造了一張相 媒體就要轟動報道 因為實在是太難逮到他跟異性接觸的時候了 那大骨翔平的愛情防禦力這麼高 大家一定很好奇 那他喜歡的類型是什麼呢 理想型又是怎樣 那據大骨翔平的媽媽說 他從來沒交過女朋友 從他高中的時候也都一直沒有女朋友 很認真把所有的時間都奉獻在他的棒球上 那曾經日本媒體帶到他採訪問了棒球的話題之後 突然又問他一個他喜歡的女生類型 那他當下呢是有點困惑回答一個童心 那據說他可能是不想要被亂傳緋聞 所以就臨時亂回答的一個童心 所以不要誤會喔 他不是蘿莉公之類的 但是那個童心現在在日本形象非常好 也非常聰明 那大骨翔平說過他喜歡聰明的女生 他不喜歡打扮花俏的主播啊藝人那些 那結果這位童心長大後呢 雖然說他是藝人 但是真的是越來越接近大骨翔平的理想型了 好講完他超狂的第一項就太熱血了 現在第二項呢是超多人不知道的 成為超一流的大骨翔平 現在仍然持續著的 從高中時期持續的XXX 中間國可以嗎 好看 好看 說 Chip 台是超級小廉的 試試看 這邊也很高 超高高的火油 我們要做豪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